Diamond Alice, 你有留意到 近年內地不少年輕人, 尤其是女性 興起穿汉服 有些人會將汉服配搭日常服裝 穿出另一種風格 而大家都越來越接受古典服裝的美感 有時看到一些戲曲的表現 除了劇目和內容吸引之外 服裝打扮也充滿美學和藝術感 說到戲曲,一定要留意 六月至九月由康文署主辦的 《中華文化節》 節目涵蓋戲曲、電影、舞蹈、音樂、雜技等等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劇目 例如舞蹈表演《花木蘭》 《印白經典戲譜》、電影《紫猜記》等等 還有一些創新、改編作品 令你既熟悉,但又又新鮮感 不僅,文化節除了邀請到 內地多個省市的知名表演團體 來講演出 也邀請了一些本地藝團 演出部分入圍國家藝術基金的優秀項目 包括香港城市中樂團的 香港當代民族管言樂 經典音樂作品會碎音樂會 足韻小集的香港咬韻 言歌不絕音樂會 以及香港凌宵劇團的新編粵劇《馬雙蘭》 除了表演和電影 文化節還有多場展覽、講座、藝人壇 和大師班等等 讓大家體驗和認識 不同地區的中華文化特色 全部過百場活動 預計有十萬人參與 不知道你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呢? 我們會زver的最新廣尾 是越是越美, 越來越去, 越來越去越南 是越來越南, 越來越南 兩次開始 Fairy 阿景 去到處理 周邊, 走路 突然說得真不太的 我們一切換開始 我們一切換來 我們我 strongly知道 那麼我會不會給大家 你也要不要做 我們會認為 每天以20萬公升水的超級水動能量 展現百變花式 和強勁的電音節拍同步 再加上專屬潑水試者Millions團隊 讓大家真正沉浸在 音樂、水和燈光結合的世界 不過有些朋友可能怕濕身冷傷 不用怕, 在非濕水區的夏天歌曲 今年邀請了世界各地的rapper 和街舞潮人 和一眾本地精英交流切磋 不用濕身, 同樣可以盡情投入 這個夏日狂歡 S2O香港站 還是全球唯一在市中心舉行的 潑水音樂節 觀眾可以在維港和維港兩岸 摧殘的城市景節之下 一起享受濕身電音派對 一定很難忘 請客 鱈悠